民间婚配传统中的门当户对是什么意思 古时嫁娶习俗中的聘礼和嫁妆各有什么讲究 8月25号七夕节当天 秦满四合院民俗展中浪漫谈夜场活动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博物馆讲解员现场揭秘古时民间婚配习俗 我们所指的门当户对呢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门的大小啊材质样式甚至门的颜色的基本上相似 说明这两家身份地比较相符 这两家人通婚之后将来的生活才会相对的时候比较和谐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看到门口摆放这个门堆 如果说这家人身份地比较高的话 家中一定要用汉白玉的门堆 一般的四聘以上的官员门堆上一定要有狮子的 我们还看到这个街门颜色 我们现在看到如意门的街门是红色的 那比如说蛮子门是黑色的 因为呢这个黑色属水金生水 所以呢一般用在生意人家经常用黑色的蛮子门 据介绍在古时男女婚姻首先需得到双方家长首肯 此后男方将去女方家中下聘 聘礼是各家贫富情况各不相同 但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鹅龙九海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柜当中展出的第一件就是一件鹅龙 最早的鹅龙里边装的是大雁 为什么要放大雁呢 因为呢代表了长幼有序 大雁在飞行的时候 头雁是拍在前边的 然后呢小雁跟在后边 也希望女方嫁过来之后呢能够尊敬长辈 旁边呢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小的酒罐 是一个听花的小罐 我们讲鹅龙九海 这是当时聘礼当中一定要配备的 可以说是标配了 除了南方的聘礼 在古代民宿中 女孩的陪嫁嫁妆也大有讲究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首饰呢 是当时女孩所陪嫁的嫁妆 我们看到这些嫁妆当中有很多 比如说有金手镯呀 耳环呀 金钗呀金簪呀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组展柜当中有一组文物啊 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看到主要的这个宝石呢 是浮龙石 非常精美的一个黄金打造的这个螃蟹 有人说为什么女孩要带这个螃蟹 再作为装饰物呢 其实很简单 就像我们今天的谐音梗一样 这是和谐 对吧 希望男女双方结婚之后 生活和谐的意思 经过迎亲 宴请等仪式后 新人被迎入婚房 但此时婚庆的仪式仍不算完成 由当时的赞礼 我们今天讲的司仪 一边唱喜词 一边向床上抛洒洗果 包括了 枣 栗子 花生 还有呢 我们看到有饺子 饺子在这儿呢 不叫饺子 叫波波 因为满人呢 管带馅的东西都叫波波 在这里呢 就叫子孙波波 饺子要煮的半生不熟 由新娘的婆婆 喂给新娘的吃 一边喂 旁边还要站个小男孩 问新娘的 说生不生啊 新娘的一回答 生 一般去生之意 都是希望新郎新娘结婚之后 早生贵子之意 当晚 三十对情侣夫妻 受邀来到首都博物馆 在活动中体为民俗 共度佳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